大家好,我是Michael, KL Secret Trader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投资计划 同样,我们在外汇投资,我们会拟定一个Trading Plan的交易计划 其实我觉得同样,在投资方面,我们也继续做好自己的计划 一个分散的投资 其实我常常会比较,投资比较成一个足球队 分散它,怎么说一个足球队呢? 就好像足球队友,我们有前锋,striker,有defender, midfield, goalkeeper 同样的在投资,我们也必须有这四大规划 何谓的gokeeper呢? gokeeper,我都会比喻成一个我们自己的一个saving 你有没有做FD啊,你的fit deposit啊 你有没有做好你的储蓄啊 然后再来就是defender,defender我也会比喻成saving 不过比较是有一些收入,有一些ROI的saving 比如说Mutual Fund啊,信托基金啊,或者一些FD啊 或者一些个人的保障,个人的security之类的 再来就是midfield,midfield我通常会比喻成saving 比如说正收入,正现金流收入的 比如说我们的property,投资,那些生意上的投资 有正现金流给我们自己的 或者再来就是striker,striker会比喻成一些比较高风险投资 比如说股票啊,一些forex的投资啊,外汇的投资 或者一些Bitcoin的投资,这些比较高风险投资的 也有可能会失手,你会进球,你也可能会失手 之类的,当然你要做好风险管理啦 这个我常常都强调的 所以怎样去拟定好你的投资计划呢? 就看你自己是一个risk taker,还是自己一个比较保守的 比较保守的,你可以做比较多的defender的投资 比如说做多一点的信托基金啊,做多一点的ft啊 然后说多一点的防守 但你不能完全防守啊,你必须可能要留一两个的triker去做进攻 同样的,你不能完全一直进攻,你必须要做一两个的保守 必须要做最基本的saving,那才比较健康 到大家明白吗? 好,谢谢大家!今天分享到这里 最后还是那句,投资是有风险的 大家必须做好风险管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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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